我们公司现在有15000个员工 我们的市值是超过2000亿人民币 在过去的2016年里面 税后的净利润是超过100亿人民币 我们目前现金的储备是接近350亿人民币 我们可能比任何一个在座的房地产商 都有更大的现金储备 在过去的19年里面 我们怎么走到今天的 在2016年的10月 网易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游戏开发公司 第一名 我们刚开始成立网易的时候 实际上只是看到说 互联网会改变和影响中国人 但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 互联网会走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个人主业 非常有缘分的是 2000年网易在美国NASDAQ上市 我们融资了私募和 这个公司募资的话 融资了1亿多美元 在2000年 我们拿到钱以后 结果美国的NASDAQ就从5300点跌到了1300点 整个互联网 全球的互联网的泡沫是破灭了 那时候我们在想说 互联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我们就去进行了探索 这时候我们发现 游戏 就是娱乐 可能是每个人内心中存在的一个需求 那网易在成立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一家做游戏公司 我们是一家做软件公司 那么互联网游戏 它实际上是一个娱乐类软件 娱乐类软件 我们发现很多人买了电脑回去以后 想玩游戏 但整个中国的很多游戏 都是盗版游戏 都在这个电脑 花10块钱买扎光盘以后 在家玩 那我们看到 就是说有巨大的消费者的存在 我们就琢磨着这个事情 就是说 能不能把盗版这个问题解决 所以幸亏很运气的是 我们是个软件公司 我们考虑了 怎么用互联网技术 来解决软件的盗版问题 那么网易在2002年 就推出了第一个 这个网络游戏 叫大话西游 因为西游记 是中国每个人喜欢的一个题材 没想到这个游戏 非常的成功 我们的收费也很合理 每小时跟用户收四毛钱 就玩一个小时的游戏 收你四毛钱 那么 这个非常成功 那么我们在这个非常成功 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大话西游这个游戏 从2022年到 2016年 就是过去吧 这个14年的时间里面 总共给我们带来的收入 是 超过200亿人民币 就一个游戏 在12年里面超过200亿人民 我们就讲的就是说 大话西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IP 就今天每个人都在讲IP 后来呢我们又做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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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梦幻西游等等 也都非常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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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那我们在 做 这个业务的时候 就是说 网络游戏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个上市公司 所以我们是成了中国第一家 盈利的公司 2002年的时候 据我 据我所知 中国 包括新浪搜狐 没有一家 包括百度 没有一家公司盈利的 我们因为做游戏呢 盈利了30万美元 就全年赚了30万美元 但不要忘记 这是 互联网行业里面唯一 就第一家盈利的公司 我想你们在座的 做房地产的 没有说不盈利的 但互联网很多企业 就是不盈利的 那么因为我们每个季度财报 都要公开呢 很多人 看到了我们这个收入 和利润增长的情况 结果呢 因为我们是个public公司 所以我们的业务就 我们的每个季度的财报 披露得很详细 所以很多 很多这个江湖上 别的小公司呢 就开始蜂用儿子 包括 这个 这个 这个收入啊等等啊 都来跟我们一起 这个分享 这个巨大的市场 分享这个巨大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怎么能够超越 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们怎么能够超越 我们的竞争对手 因为互联网是没有边界的 不像今天这个房地产 这个开发商的 你们这个location 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资源 对我们来说 互联网 谁都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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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抓人 抓你的 抓你的 拉客户过来 那我们就在这里讲 就 就 去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超越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们认为 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 专注 专注 如果我们确定 游戏在这个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年里面 是一个 用户 长期会存在的需求 永远会存在的需求 这个跟你们 卖房子又有点不一样 卖房子很多时候 是一次性的 行为 但游戏它是 每隔一段时间 就像看电影一样 总的换一部电影 总的换一个游戏 玩玩 我们就想到 就是说 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要专注 第二个呢 要重视我们的用户体验 我发现 我今天来了以后 发现这个 这个地产 这个你们做产品的人 不像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非常注重用户体验 到这个颜色怎么调整 到这个字体字号怎么调整 在每一天 这个什么时候 出现什么内容给用户 我们都有将近 两百个人的一个团队 在研究用户体验 我们就称之为 用户体验组 我们觉得 用户体验的目的是什么 是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因为今天你做一个 游戏软件出来 这个游戏本身是免费的 你随便玩 但是 你怎么能够让用户 很爽快地拿出一些钱呢 付给你呢 这里就讲到了 这个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 所以网易 这个 我们在这个 0607年开始 就组建了两个 非常庞大的 用最好的人才 来做 这个用户体验的分析 我们不停地跟我们的客户 进行访谈 有年轻的 有男的 有女的 有老的 我们跟他互动 跟他谈 然后做笔记 同时呢 这个用户体验的部门呢 也不停地向世界上 最优秀的游戏公司去学习 去分析 去波解 别人为什么 用户的体验 做得非常出色和优秀 然后不停地把这种 优秀的地方 汇集起来 放在我们下一个产品的 迭代和开发上 所以呢 这是我们这个 跟很多部门不一样的事 我们非常非常注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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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用户的体验 和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经营 这个 整个 业务的时候 平常心 我们这个业务 因为 我们是个上市公司 所以我死去呢 这个华尔街呢 就一直对你有要求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下个季度 到底收入是多少 一个guidance 我们发现这个 不能给他们guidance 我们一给guidance以后 我们的脚步就会乱掉 就是 这个我为了满足你的 这个收入的预估以后 我可能会做一些 急功近利的事情 结果 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 当年的盛大 那个 包括完美世界啊 包括 这个畅游啊 等等 他们这个 非常积极主动的 去向这个 华尔街的投资人说 哎 我下个季度 一定能做得到 一定能做得到 其实你前面几个季度 做得到 不能 到后面持续 十个季度 二十个季度 都要能 逼得你的 这个预估的时候 是很难很难做的 后来网易就是在 07年开始 我说了 我们再也不给 投资人 下个季度的guidance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 平常心 往前走 这个 这个不停下来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用我们的平常心以后 你就会发现 我们始终 把用户的满意度 放在了第一位 而不是把收入 放在了第一位 所以这样走过来呢 我们走到这个 走到现在就是 我们讲2016年 我们十年以后 我们其实在管理过程中呢 还碰到一个 这个问题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其实网易一开始 做游戏的时候啊 我们只会做 几个类型的游戏 就是 MMORPG游戏 但这个市场上呢 我们发现就是 用户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多元化 它总共存在了 大概十几种 不同类型的游戏 比如说有跑酷游戏啊 有枪战游戏啊 我们称之为叫FPS游戏啊 或者说有卡牌游戏啊 然后有这个策略类游戏啊 那我们 我们发现就是 这个怎么去解决 去满足用户的需求 因为 这些我们并不擅长 所以我们后来在 2006年开始 我们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 就是 我们每年 从中国最优秀的大学里面 包括清华 北大等等 去寻找那些最优秀的 乐爱游戏的 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然后我们给他付这个薪水 那我可以 今天跟在座的每一位去分享是 网易今天能够在 中国找到的人才 我们能够付的薪水 是全世界第一的 因为 你不可能 用普通的人才来做出一流的产品 一定要是一流的人才 那这件事情我们大概 前后做了十年时间 就是不停的去招聘最优秀的人才 然后培养他们 然后 然后做 这个开发这个产品 每开发一款产品的 大概跟你们造一个房子 差不多 就是要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 这里我讲到的一点 就是说 人才也是非常重要 当你要打算把这个企业 做到 50年 100年的话 那你其实从今天开始 永远要关注 你的人才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培养 那 这是我们过去 20年经营这家企业的一些经验 那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也是 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 叫和未来 和未来好好谈谈 其实 其实我们非常 关注未来 过去两年 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 最大的变化 影响人类可能 未来最大的变化 是人工智能 是人工智能 过去这 90年到2017年 这27年里面 影响我们最大的变化 是计算机和 信息技术的发展 我本人是学通信的 我在94年就看到了 互联网对人类的 这个今天的影响 所以我 94年在宁波电信局的时候 我就辞职出来 我说我要去搞互联网 但我认为未来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影响 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 对我们 对我们未来的影响 那我可以跟大家 来分享一些 我们可能看得到的 两三年内 能感觉得到的 第一个是 无人驾驶汽车 这个 城市里面 如果一旦 有大量的 无人驾驶汽车 开始普及的话 城市的交通的 拥堵量会大大的下降 很多人连停车场 都不用了 因为汽车是24小时可以在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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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道路里跑的 无人驾驶汽车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看到了 美国已经有很多的公司 在做低空的飞行器 就像汽车那么大 20万美元的 低空飞行器 而且我们也感觉到 这个低空飞行器 估计在三年内 可能会市场化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 买房子 肯定跟地段有关 为什么跟地段有关呢 因为你地段越好 我交通越发便利啊 但问题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有 这个30公里 100公里的 低空飞行器 我可以租的远一点 我通过直线的 低空飞过来 那你觉得这个地段 是不是还是很重要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那据我们看到是说 这个可能性 并不是说不存在 而是说会非常快的 这个三年内呢 有可能被 就20万美元的 这个价格内 可能被实现化 所以这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 一个技术突破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18个月内 就能看到的 一个技术的突破 就是VR眼镜 VR眼镜 今天我们可能 这个大家都会注意到 我们有几个屏幕 我们有电视机这个屏幕 我们有手机这个屏幕 我们有电影院这个屏幕 对吧 但是有一个屏幕 马上已经出来了 但是效果还不特别好 就是VR 360度的屏幕 就戴一个眼镜以后呢 这个你能360度的看 这个VR的这个体验呢 我觉得第一个 可能会取代掉的 可能就电影院 还有电视机 还有电视机 所以我们在想 就是说 如果你对这些 这个未来的发展 没有一个长期的 一个关注的话 很可能你现在 做的一个决策 都会有失误 所以网易在VR 我们在两年前 就开始重点布局VR技术 这个我们相信 在18个月后 2000块钱的VR眼镜 就会普及化 很多人就会体验到VR 这个VR是相当的 这个森林奇迹 相当精彩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人工智能未来 对家居的 这个服务的体验的 这个改变 我们今天到家以后 开电灯 电冰箱的管理 空调的管理 以及周围环境的管理 这一些都是 都是比较机械的 去操作的 那我们也看得到 就是说 家里以后 可能会有一个设备 你进去以后 对你的 对你的这个 空调的情况 电冰箱的情况 的管理会更加有效 更加efficiency 等等 那我们是在 发展的过程中 就是 就一边走 一边看未来 一边执行好 现在 专注在自己 这个擅长的领域里面 我们不搞 基本上不搞多元化 所以 王毅现在 这个这个 整个的业务就 和核心是 紧紧的这个 兼具 那个那个 聚焦在 我们最擅长的领域里面 那实际上 市场也给 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回报 就是 我们现在 已经成了世界上 第一大的 移动游戏开发公司 也是收入 也是第一名 那以我们自己的估计 以我的估计 就是未来 在两到三年内 我们对 我们的游戏 不单单是在中国取得第一了 还可以在欧美 和日韩方面 也取得 也取得非常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成绩 也觉得非常 所以我想 所以我想就跟大家 这个分享的 一个是说 我们过去几年 非常重视 这个用户体验 非常专注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也非常重视 这个未来技术的发展 对我们可能产生的变革 和生活方式 这个带来的影响 好吧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